好 我们看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在科学文章里面 还是属于蛮简单 蛮清楚的 我们先不急着一句一句给大家翻译 我们先看看这个文章主要在讲什么 好吗 这文章主要在讲什么 第一句话就说 他说你要了解自己的名声 还是蛮困难的 令人惊讶的困难 就是你以为你自己不困难 实际上蛮困难的 然后SAMM他就 他说你考虑一下一个例子 有个研究 整个文章今天是在讲这个研究 所以研究在干嘛呢 就是说分析 分析一组已经出版的实验 这些实验都共有一个基本的设定 共有一些基本的结构 是吧 设计 好了 这整个第一个三段 能干嘛呢 就在讲这些实验 我就不跟你们一开始就一句翻译 咱们先把结构弄清楚 一直讲的27行 讲这实验有什么特点 怎么做的 是不是 等等 然后第二段 那就给出实验结果了 首先是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实验表明说 人们还是比较擅长去猜 一群人怎么评估自己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班集体 你在一个班上读书 你还是比较擅长去猜 整个这个班集体 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吧 好那是好消息 所以第二次然断讲好消息 第三次然断开始 一直到文章最后 全部在讲坏消息 就是你要猜具体某个人 就不行了 比如说这个例子吧 你在班上 你班上有四五十个同学 如果你是美高的话 可能就十一个同学 美高可能没有班集的概念 因为就你在国内 你在国内可能有个二三十个同学 对不对 那你可能大概明白说 你这班上其他同学 二三个同学 对你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吧 但是具体挑出一个人 你就判断不出来了 比如说那个男神 你就想说你班上男神 到底对你什么态度 或者你把你女神 到底什么态度 你不清楚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仔细的去看 这个言论中的美句话 好吧 孩子们明白这个结构了吗 明白这个结构 请书一 好不好 我们看 这个研究不都是类似的基础的设计吗 在这个研究当中 在一起工作的人 在一起工作的人 他们被要求去预测 所以这个关键词是预测 所以他去预测别人 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里边 还有给 other group members 其他人会怎么评价他们 所以这个rate 就是评价意思 比如说你在什么豆瓣网上打分 电影打分数打分都用这个rate 名字就是rating 在一系列的不同的特点上去评分 注意这个动词 我再一次强调这个动词是 让人们去预测 去预测 就是你去预测别人怎么评价你 然后他们干嘛呢 再把这个预测出来的评分 和什么 和别人真实对你的评价 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可能还有第二步 第二步是让别人真实来评价你 明白了吧 孩子们 明白了这点请输个十一 好吧 跟前面的一区分一下输一个十一 我刚才 这个有coco olivia 来了一个新中学 olivia olivia如果是我以前教过那个olivia的话 那就不是新中学 是吧 主要是你们的名字 有的时候重合比较大 我教过至少 我七个stephanie 这是开玩笑的 可我随便乱说了是吧 然后像什么john johnny 这种像跟我这样同名的人 我这辈子应该也教过估计有十个左右 是吧 好 这个 researchers then compare 刚讲过的traits 他们打分的特点 是不同实验是不一样的 vary from one experience to another 然后他有些特点是什么 比如说智力 幽默感 关心别人 自我防备能力 然后还有友情 领导人能力等等 就基于这些不同的方面去打分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点是 这群人他们熟悉度也不一样 有些人是很熟悉的 有些人不熟悉的 being fairly unfamiliar 比如说可能只见过一次 或者只是在面试的时候见过一次 还有其他的人可能是什么 非常熟悉的 我们一起住过一段时间 就是室友 roommate 那么如果人们真的能够精确的知道 别人是怎么思考的 怎么想的 那么应该有个完美的对应 correspondence 完美的对应 就是你预测 至于我刚刚让你画的关键词很重要 就是你预测的 和别人实际对你的看法 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对应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我是男神 是吧 假设我就是这么一个自大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我是男神 男神 是吧 男神 南方人都那么说 然后就是你对别人的预测 但别人是不是真觉得你是男神 这个就是actual ratings 所以如果人们 we're clueless 这个词clueless 就是毫无头绪 没有任何线索 那么就应该是no correspondence 用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最后面考了个题很重要 你在衡量关系的时候 像这样的关系 你是用什么方式衡量的呢 measure relationships like this with a correlation 你是用种叫做相关性 相关性 什么叫相关性呢 我等会给你们解释 在这个相关性里面 如果你是完美的对应的话 你的相关产生的结果 就是这个eos 是做动词产生的意思 答案 这个不是答案 结果应该是1是吧 如果完全没有关系 结果就应该是0 所以你越接近1 你这个相关性就越强 把这个越强化一下 这跟后面一个单词题是有关的 是跟后面的单词题有关系 画一下这个stronger 非常重要 这跟后面那个单词题是有关系的 好 那这后面考了一个题 23行到27行 如果说这一部分是什么作用呢 那这部分作用 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去理解实验结果吗 比如我要做一个实验 我要来看看中国人是高还是矮 那是不是都有个标准 什么叫高什么叫矮 对吧 我们说男性超过1米75 我们就叫他高 低于1米6 我们就叫他矮 对不对 1米60到1米75之间 我们就说他是OK的一个中等身高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标准之后 那我就再去测量 我就做人口统计 我多传说的数据 我才能理解它们 明白吗 所以他相当于是给了一个context 那个答案 大家把题号告诉我 好不好 再来同时把题号告诉我 你们发题号 这是哪一道题目 考了23到27行的内容 他那这个答案 应该是provide the context to a way 就是最后结果被讨论 讨论那种方式 然后他给一个背景 让你去理解他讨论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你越接近1的话 其实相关性是越大的 对吧 那如果是这个不接近1 越接近0的话 你相关性是越什么越弱的 好OK 这个地方这个很强 跟后面单词有关 一会我们会讲到 那马上不是说好消息吗 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你预测还是蛮不错的 人们还是蛮擅长去预测 一群人 注意这个关键词是一群人 你们画一下 一群人会如何评估他们自己的话 他们还是蛮强的 在这些实验里面的整体的相关性 就是你看关键词 这个predicted 就是你预测的这个印象 别人对你的印象 和实际的actual来画一下 画一下 你们不断画这关键词 你就明白这个文章到底在讲什么了 很多人读的读的读的读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是你预测的 别人对你的印象 和实际的这个印象 实际的这个印象之间 它还是相关性蛮高的 它是0.55是吧 这蛮接近1的嘛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 特别喜欢数据的人的话 quantitative incline 你特别喜欢数据的人 我就告诉你吧 0.55 to put that in perspective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用 我们要相对的来看 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个0.55呢 他说这个强度就相当于 the same magnitude magnitude是强度 后面考了个单词 为什么我知道呢 不是stronger吗 这不是有stronger吗 我们在理论中给大家讲说 一定要在原文中找线索 语境中找线索 当然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 magnitude有强度的意思 我估计你也选不出来 首先你要知道 magnitude本身就有强度的意思 咱们在那个什么 PSAT的文章里面 是不是讲过一个火山 火山一喷发 导致寒迅期的开始 有印象吗 对吧 然后要找到那个火山 火山原来是印度尼西亚的 一个火山喷出来的 然后你们说这个火山的 这个强度是什么 七级火山喷发 咱们说的地震不也是什么 几级火山地震 对不对 所以这一方相关性 也是什么0.55的相关性 强度还是蛮强的 他说这个强度相当于什么 就是父亲的身高 和儿子身高 这样的一个强度 大约是0.5 就父亲高 儿子就高 这就叫相关性 明白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 咱们中国传统 就有传统劳动人民 得出一些观察 还是蛮有意思 他说什么 爹挫挫一个 娘挫挫一窝 是吧 就是吓坏我了 我照了金挫饭 我挺挫的 于是我立志 我一定要找个漂亮的老婆 现在我放心了 我觉得我老婆蛮漂亮的 以后生下来 我一定要生个三个四个了 因为我生一个的话 很有可能就挫了 像我就挫了 对吧 这是一种相关性 明白吗 因为我不要挫 但是我老婆不挫 所以生了三四个 可能另外几个呢 她就不挫 我就很开心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 in fact 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动静 但是呢 她呢 也不是毫无头绪 It is very far from being clueless 换句话说呢 In other words You probably have a decent sense of what others generaly think of you on average 就是别人 注意是别人是一群人 什么一群人 到底上是怎么看待你的 是吧 你是有个decent 你是蛮明白的 注意这第二载呢 这是好消息吗 从第三载呢 开始全是坏消息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别人到底怎么想你的 这些实验还评估了 人们如何去预测 你看关键词预测 对是预测啊 预测任何一个single 还画一下 这个是关键词 前面是什么 对应的前面是group a group of others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 any single individual 哇 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个人 对吧 within the given group 就在某一群人里面的 任某一个人 就是你大概知道 这一群人里边 都是什么 都是蛮喜欢 你觉得你可能是男神 对吧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很帅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很受人讨厌 比如说你在班上是特别闹事 是吧 你觉得全班人都很讨厌 你这是一个group 是吧 但是也许班上有个女孩就特别喜欢你 或者有个男孩就特别喜欢你 对不对 你不知道啊 因为单一的一个人 你评估不了啊 明白吗 孩子们 you may know for instance that your coworkers in general in general 注意是in general 大家整体呢 觉得你蛮聪明的 但是具体谁呢 不同的这个 coworkers呢 他们对你的印象是有变化的 vary in the impression of you 有人觉得你像刀子一样的 很聪明 有人觉得你像什么勺子一样的 那勺子不是钝吗 勺子怎么很聪明呢 是吧 我觉得这个作者蛮幽默的啊 他这里面有很多词都蛮幽默 他们考了个题 考语气的题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你知道差异吗 evidently no 你看看作者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不可能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evidently no 你的这个精准率是吧 精确率啊 在在所有这些实验里面的 这个准确率啊 其实也就比那个瞎猜好一点点 barely better than 好不了多少 hardly better than 或者 barely better than 比瞎猜好不了多少 就是随机猜 你呢也就是0.3 0.13是吧 这就是括号你的意思 although you might have some sense of how smart your coworkers think you are you appear to have no clue about which coworker in particular 画一下 57行的in particular 指的就是具体的某一个 你不知道具体的某一个 他觉得你聪明 还是觉得你不聪明 好 对后面是不是有个题 同学们把题号告诉我 一个神正题 反正是第一题吧 是不是 大家把题号告诉我 是不是第一题 54到57行 一个神正题嘛 就行正题 那个题材就说 其实你并不是很能够精确的知道 别人是怎么了解 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你 这不就是这个证据吧 那个答案是吧 是不是啊 孩子们 我看饶定 祝小妹 Jack 咸鱼 我喜欢咸鱼 是吧 我喜欢吃咸鱼 刘芬彤 Frank HKP BBSS Olivia Coco 越明星期 ZZY Jack Frank 好了 雷之宇同学 还有个 Yerson同学 非常好 好 差不多了 我估计就你们在听了 其他人都懂不播了 往下 As one author of the study Right People seem to have just a tiny gleamer of insight into how they are uniquely viewed the particular other people 这个particular就很重要 是具体的 特定的 是吧 某个人他其实不了解 Just have a tiny gleamer 就是引用一个人说的话 他为什么引用一个人说的话 这不是我们在理论课上讲的叫主次关系吗 你用别人说的话是个细节 这个细节起到一种支持的作用 支持你的观点 因为你的观点就是其实你不行 进去率很差 就是你预测具体某个人是不行的 所以你用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具体的预测 某个人对你的看法 其实你是很差的 这是不是又一个题 自己提 我们把题号告诉我 好吧 好 这个游客1485858059 Niko我记得是吧 我至少记得三个Niko 你是哪个Niko 你是上哪个课的 你报你哪个课的 我记得 好 OK Niko 我去年就交过一个Niko 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去你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要我跟你讲 托福阅读的那个Niko 还是托福口语的那个Niko 不好意思 我应该言归正传的 人们呢 就是其实对于 到底他是具体的其他 具体的特定的某个其他人 如何看待他呢 他其实是不太明白的 just a tiny 就一点点 对吧 好了 我问同学们 那个题号 你们要告诉我 十七题 对不对 非常好 十一题 下面 but perhaps this is holding your mind reading ability to too high a standard 这是不是使你们的读心术 要求太高了 最近有个端语 hold something to a too high to too high a standard 就是hold something to a standard 就是用一个什么标准来衡量你 那么你这是不是 要求太高了 对吧 这个mind reading 后面是不是考了一个题 就是我说那个语气的题 那个题看说的是 clueless和mind reading 那个clueless和mind reading 是不是有点就是很casual 因为你想这是一个 科技类的文章 有个科学类的文章 你在科学类的文章里面 用读心术 这其实是 读心术中是不科学的东西嘛 所以这比较casual 然后让你能够什么呢 感受到作者这种幽默感 必须就蛮幽默的 前面这地方不是还有吗 这个as sharp as a spoon 像勺子一样锐利 这种什么 就是像姚明一样 像姚明一样矮的 就这种说法是吧 其实还是蛮幽默的 姚明怎么可能矮呢 好往下 it's hard after all to define traits like intelligence and trustworthiness precisely 你要知道这种像智力 靠谱性 这种特点是很难精确定义的 所以的的确确 不令人感到惊讶 我们很难去猜 别人会如何评价 我们基于这种模糊的特点 那我们来预测一些 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别人多喜欢你 你是不是应该 这一点做得要更好 因为随着时间发展 你会和那些对你笑的人 在一起玩耍 hand around the people 然后你躲避那些 像你吐口水的人 是吧 你看这个像你吐口水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非常casual的用具 所以这个文章 它不是只是说标题里面 那种clueless和mind reading 表明它是casual 它很多地方都很casual的 对吧 you must have a much better sense of who likes you and who hates you within the group yes 那你肯定是能够更好的理解 谁喜欢你 谁讨厌你 对吧 在一群人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呢 I'm afraid not 还是不行 对吧 还是不行 那下面就有很多的例子 又是个主次关系了 他说这些研究发现呢 人们实际上也就是比 瞎猜好一点点 slightly better than chance chance就是靠运气瞎猜嘛 去猜 群组里这么一群人 谁喜欢你 谁不喜欢你 这个平均的这个相关性呢 很少很少 就是0.18是吧 有一些同时喜欢你 有些同时不喜欢你 但是我一定不会来指望你 去告诉我这个差别 是吧 这count on是指望的意思 依靠的意思 the same barely better than guessing accuracy is also found in experiments investigating how well speed daters 他们全是例子 speed daters job candidates and teachers 还有老师是吧 就是老师 speed daters 还有job candidates 他们其实都不是 都没有办法非常好的 确定出具体的哪个人 对他印象好 还是对他印象不好 我自己就有青春经历嘛 我有的时候上课就觉得 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的确确可能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general的都很喜欢我 这个group很喜欢我 但是具体某个人呢 我猜不着 你知道吗 拿不准 我真拿不准 是吧 好 往下来说叫granted 尽管如此 你也很少是完全完全 没有任何线索的 you are completely clueless 这种情况也是rare accuracy tends to be better than chance in this experience but not necessarily by very much 就是你这个准确率呢 还是比下餐 纯靠运气 要好一点点 它好不了多少 好了 OK 这个文章 我已经大家读完了 第一题 刚刚是不是讲过了 大家选的是dog学校 没错吧 12题 第二题 12题的话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provide context 大家选 dog 13题呢 大家要注意 这个题杆问的是 the greatest chance 就是精确的预测的几率要最大 那一定是预测群组 是吧 一群人的观点 所以是collective opinion 13题答案选 boy 14题的话要提供证据 那这个证据一定要是什么 就是第二自然段 应该是第二自然的内容 因为第二自然的内容 才给你是好消息 所以答应是选 boy 14题 28到33 然后15题杆 你讲的是强度 我不再做解释了 选A 16题呢 这几个词呢 就是casual 还有一点幽默 是吧 这个我已经在原言中讲过了 所以选A 是气体 作者引用那个话 说的表明什么 我们猜剧情 某个人的看法 实际上还是很差的 所以答案要选C 他暴露出一个人呢 很难知道 hardliness 另外一个人是怎么考 怎么看他的 千万不要选boy boy呢 后面是一个groups of people 所以是不对的 你还是选的C 好吗 选C 好 18题 作者包含这些什么speed data 快速优惠 还有job candidates teachers 这个信息 这些就是例子 这例子为了说明 实际上你要去猜具体某个人对你的看法 你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所以答案是举例子 举出一些情况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当中 某一个发现是对的 什么发现 就是你具体去预测某个人对你的看法 你还是比较糟糕的 是吧 也就是比几率比这个运气好一点点 只有题呢 这个题该大家看明白啊 平均的相关性是最接近完美一致的 什么叫相关性完美一致啊 什么叫相关性完美一致 来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好不好 什么叫做相关性完美一致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原文中的第一站段最后一句话看到了 越接近一的就越一致对不对 就越相关嘛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最高的这个没错吧 最高这个是A A是什么呢 A说的是 是个人自我感觉 和个人对别人的评估预测 注意啊 这是自我感觉 这个不是这个原文中实验里面说的 原文中实验里说的是评估 和别人对你的实际看法 好了 所以A的意思是他自我感觉和他对别人的预测 是吧 对别人的预测 所以这个是最接近一的 那我们来看看应该选什么啊 自我感觉这个题杆里面已经有了 between individual self perception 那么还要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别人对他 是他对别人的预测 还得是什么人呢 这个A还得是右边这根柱子 就是很熟悉 well acquainted 还是他得是熟人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答案只能选C了 就是他呢 对于谁的预测呢 就是他如何被别人看待的预测 而且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他比较熟的人 with whom they are well acquainted 是他们熟的人 OK那我们看20题 哪一句话能够体现出 就是举例体现出 C这个相关性 它的特点 这个distinction呢 就是特点的意思啊 不要把它翻译成不一样 那C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啊 看这个图下面的解释 是个人的预测 以及实际 那这就是原文中的 那个实验座的事情 预测和实际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 它都不超过0.4 其实就是蛮低的 对吧 也就是你预测的 和实际的是不符合的 明白吗 那我们找个不符合的例子 预测 预测只有这个expect是预测 他说expect怎么是预测呢 咱们在讲这个可汗 经讲课 历史的经讲课里面 我们讲到了一篇历史文章 那个文章 做的就是说 美国不要分裂成三四个联邦 他第一个在那里 讲到了英国的那个例子 是吧 说英国分成三四个小国家 之间老是吵吵闹闹 打打闹闹闹 是吧 那里面就考虑个单次题 expect 是吧 期待 就是预测的意思 所以这个expect就是predict 对吧 所以他呢 就预测说 其他人觉得他是外向的 但很多人 其实把它描写成了 是一个内向的 这就是不符合 所以呢 这就体现出了C C的correlation 好的 还是一题 这个图表当中的信息 是最有用于 去解决一下哪个问题 而且是文章中提出来的 像这种题目呢 蛮好做的 同学们用排除法做 知道吗 排除法做 我们看图表 看什么 你要看看这个图表里 有什么信息 这图表里有1 相关的这个数据 还有一个什么 到底是什么 之间的相关 你们从来没有提到过 选项A的trates 排除 从来没有提到过 选项B的Y 解释不了为什么 他能解释为什么 解释不了为什么 他只能告诉你 相关性是多大 但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选项C就是对的 多大程度上 相关性是多大 选项D里面又有一些 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图表里出现 没有出现过 就trustworthiness 从来没有出现 还有trade 我们总是能够用一些排除法 快速的去做一些题目 这题目选项还是蛮长的 很浪费时间的 如果你就是傻了吧唧的 一个一个看的话 好 OK 我看见你这个饶镜同学 说像郭静明一样高 是吧 你是个段词手吗 饶镜同学 我记得刚刚你也说了 一个特别好玩的 是吧 OK 这篇文章 同学觉得没有问题 请书1 我看还有多少同学在坚持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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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